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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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大风吹 每个人来探讨一个有意思的国际话题 巴黎奥运风光落幕了 相信大家都留下难忘的精彩时刻 但是到底哪一国表现比较好呢? 摊开官方网站的奖牌统计表 前五名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澳洲、法国 这本榜单比的是金牌数量 哪一国金牌总数最多就排名越高 可是各国的先天条件相差很大 这真的是最公平的比较方式吗? 其实该怎么衡量各国在奥运的表现 让很多统计学者伤痛脑筋 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比较方式 那这一集就来看看 一个国家到底拿到多少奖牌才算成功 喜欢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 记得订阅频道哦 哪一国才是奥运大赢家呢? 现在最主流的排名方式有两种 一是比金牌总数 巴黎奥运官网就是按照这个逻辑 所以像澳洲明明总共赢了53面奖牌 比第三名的日本还要多 却因为金牌只有18面 少日本两面 所以排名在日本后面 地主国法国也因为金牌只有16 趋居第五 另一种主流比法是看总奖牌数 传统上美国比较喜欢这样的排名方式 不分金银铜牌 只看总共拿了多少奖牌 那排行榜的名次会因此出现不小的变动 美国跟中国的金牌数一样多 但总奖牌数多了35面 稳居第一 而原本排名第七的英国 将用一口气上升到第三名 原本第三的日本则会跌到第六名 主办过法国则是上升到第四名 但这两种排序方式都有差不多的缺点 如果只看金牌数或总奖牌数 一定会偏向人口多 经济强资源丰富的大国 从2000年的雪梨奥运 也就是过去24年六届奥运以来 人口世界前三 GDP世界前二的美国和中国 始终稳坐前三名的宝座 为了修正这个偏误 也有人提出人均奖牌数的概念 也就是平均多少位国民 可以产生一面奥运奖牌 那如果换成这样的笔法 排行榜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巴黎奥运来说 人均奖牌数前三名 通通是加勒比海岛国 第一名格瑞纳达 全国人口只有11万多 比澎湖多一点 却拿下两面奖牌 平均每5万多人一面 第二名的多米尼克 全国才6万多人也拿到一面奖牌 第三名是台湾友邦圣路西亚 平均9万多人就有一面奖牌 那这一次两面奖牌中包括 深入西亚史上第一面奥运金牌 女子100米赛跑冠军 看到这边不难发现 人口少的小国只要在某个项目拿到一面奖牌 人均奖牌排名就会大要尽 似乎又是另一种的不公平 那有没有既不偏重大国 也不偏重小国的排名方式呢? 美国有两位喜欢马拉松的朋友 退休天文物理学者邓肯以及商业顾问派瑞契 在运动统计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提出人口校正奥运国家排序法 这种比较方式的逻辑是 假设所有参赛国的人 夺排几率都一样高 那么各国夺排几率应该跟人口成正比 例如美国人口是澳洲的13倍左右 那夺排几率也应该是13倍 那这个模型的计算方式要看两项条件 第一在考量人口数字之后 某个国家理论上应该拿到多少面奖牌 第二跟预期奖牌数相比 这个国家实际拿到这么多奖牌的几率有多低 几率越低的国家排名就越前面 那换句话说 不论人口多寡 表现超乎预期越多的国家排名就越高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比较 巴黎奥运的国家排行榜又很不一样了 总奖牌和精英排数都不是第一的澳洲 人口不到2700万 理论上只会有3.7面奖牌 最终却拿到53面超乎预期最多 所以占上榜首 人口只有1700多万的荷兰是第四名 而原本的霸主美国则因为人口有3亿多人跌到了第五名 本来傲视群成的中国则是因为人口基数太大 理论上应该要赢200面奖牌 却只有91面 所以一口气摔到了排行榜尾巴 仅优于人口差不多 却只有拿到六面奖牌的硬度 话又说回来 难道经过人口校正的排行方式就是最公平吗 也不尽然 提出这套理论的邓肯和派瑞契也坦承 没有绝对正确的排行方式 澳洲统计学者指出人口校正法的计算方式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他假设各国运动员在所有项目的夺牌几率是一样的 但在现实中各国不会每一个项目都参赛 而且各国可能会针对某几项运动投注更多的资源 在这些项目中 这些国家的运动员很可能比没有投注资源的国家夺牌几率更高 那为了解决怎样比较各国表现才公平的问题 还有其他学者提出各种模型 例如看重经济的学者认为人口多少不重要 而是国家有多少资源 所以用每一千亿美金GDP 可以产生多少面奥运奖牌来比较各国的表现 另外也有人认为金牌大于银牌和铜牌 给金银铜牌不同的加权比重 还有人考量各国政治模式甚至是文化差异 不过国际奥会从来没有认定哪一种排行方式才是最正统的 毕竟奥运精神是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 透过运动创造更和平的世界 而不是比较哪一国表现比别国更好 邓肯韩派瑞琪说 其实提出人口校正理论也不是为了创造最公平的比较方式 而是希望能转换视角 鼓励那些人口不多不少的中型国家 还是可以客观衡量自己的表现 有没有超过预期 而不是每一次都只能仰望排行榜首的美国和中国 那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 最好的衡量标准恐怕还是跟自己比 台湾在巴黎奥运拿到二斤五桶 不如上一届东京奥运的二斤四银六桶 但是比过去历届奥运都要好 许多选手也创下个人最佳 或台湾在这个项目的团体最佳记录 不但追求卓业才是奥运精神 也值得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各位大风吹我们下回见 上一集聊到贺锦丽的选情是极起直追 那就有留言问说 诶请问2025计划Project 2025是什么 民主党一直拿这个议题来攻击共和党 听起来好像很可怕的感觉 可不可以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我之前有想过要不要做一集大风吹解释这个东西 但又怕太小众啦 大家可能不关心 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就好 那简单来说呢 2025计划是美国重量级保守派智库 传统基金会所规划出来的执政蓝图 希望川普或者说保守派政府 今年选赢之后可以落实 那因为美国大选是在年底嘛 那实际新政府交接是明年1月 所以叫做2025计划 那他的官方网站上面有完整内容可以下载 内容非常的详细 从政府每一个部会要怎么样改革 到金融啊外交政策等等通通都有列出来 那有些措施就比较极端 例如扩张总统权力 把数千名本来没有政治色彩的事物官 通通变成有总统任命的公务员 确保对总统忠诚度 还有关闭教育部 不要有全国性教育政策 把教育下放给州和地方政府自己决定 取消各种气候变迁政策和补助 扩大开采石化燃料 大幅缩减政府的健保补助 进一步限制堕胎 取消部分避孕药物的健保给付等等 那因为这份计划内容比共和党公开政策立场 还要更保守 所以就引起不小争议 加上背后作者呢 有非常多是川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的前朝官员 比较松的计算方式可能会有上百位 所以大家会担心川普上台之后会落实这个计划 那川普公开表示 他对2025计划是一无所知 也说只会按照自己竞选官网上的计划来施政 可是呢川普和计划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让大家有点难相信 同时呢如果在今天影片任何想法 想听看我们的意见 请用还会跟你说这个hashtag来留言 我们就会挑一则来回复哦 影片最后呢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 尤其是每一位敢叠敢骂等级的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赞助我们做出好内容 还有会员专属影片可以看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还不错 也请按赞影片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最后所有通知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咯